習近平拿下公安部7名高官 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公安部被拿下的7名高官分別是 周永康、孫力軍、傅政華、孟宏偉、李東生、楊煥寧、夏崇元 以下是簡要盤點7名高官 1.原公安部長周永康 周永康2002年擔任公安部長 在1978年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以來 權力最大的公安部長 也是國務院、國委、部、局辦中地位最高的部長 周永康當公安部長時 一身兼任7個黨政軍要職 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署書記 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中央防範和處理X教問題領導小組組長 武警部隊第一政委、公安部長 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 周永康被提拔重用 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 2013年2月6日 中國知名維權律師蒲治強 在網上實名舉報周永康 稱其禍國殃民、荼毒天下 2014年7月29日 中共對外宣布 周永康被立案審查 2015年6月11日 周被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以犯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判處無期徒刑 在法庭上 周滿頭白髮 一面潮水 低著頭說 我服從法庭對我的判決 我不上訴 我再次表示認罪、悔罪 周被查辦 打破了1978年以來 刑不上常委的慣例 至2021年的今日 周成為40多年來 第一個受到刑事處罰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周的前妻王淑華 因車禍死亡 周的母親周受金 上吊自殺 周的第二任妻子賈曉業 被判刑9年 周的長子周濱 被判刑18年 處罰金3.5億元 周的侄子周峰 被判刑12年 處罰金5900萬元 周的包帝周元興 因非國家工作人員 具額財產來源不明 兩次被抄家 患骨癌病亡 易經中說 職不善之家 必有餘養 周貪財好色 濫權枉法 禍國殃民 禍及家人子孫 周落馬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和薄熙來密謀搞政變 廢掉習近平 此前 我在多篇文章中說過這一點 這裏就不再提及 二 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2018年3月28日 孫力軍任公安部黨委委員 副部長 同時兼任公安部一局 26局局長 港澳台辦公室主任 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 公安部一局 又稱國內安全保衛局 是公安部最重要的部門之一 負責組織指導危害國內安全案件的偵察工作 掌握敵情和社會政治動向 防範和打擊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案件 作為公安部一局局長 孫力軍曾是中共全國所有政治警察的總頭目 公安部26局 逆職公安部610辦公室 是全國公安系統 迫害法輪功的最高專門領導機關 作為公安部26局局長 孫力軍曾是中共公安系統 專職迫害法輪功的總頭目 中共610辦公室 是中央政法委書記領導下 專職迫害法輪功的最高領導機關 作為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 孫力軍曾是中央政法委書記領導下 迫害法輪功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公安部港澳台辦公室 是中共在港澳台 秘密警察的最高領導機關 2019年 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後 香港發生有史以來 最血腥的警暴問題 作為時任公安部 港澳台辦公室主任 孫力軍對此負有重大領導責任 孫力軍曾是公安部 最有實權的副部長之一 親長公安部三個要害部門 一局、二十六局、港澳台辦公室 外加可以直接操縱全國公、檢、法、施官員 迫害法輪功的中央610辦公室 這四個要害部門 成為孫換權弄髮、胡作非為的地盤 去年4月19日 孫力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今年9月30日 孫力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而送司法機關審查 從中紀委的通報看 孫力軍案是繼周永康案之後 公安部乃至全國公安系統最嚴重的案件 通報稱孫力軍背棄兩個維護 毫無四個意識、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質極為惡劣 為實現個人政治目的、不擇手段 在黨內大搞團團火火、控制要害部門 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 按照中共的說法 兩個維護的關鍵是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 孫力軍背棄兩個維護就是反習 以追嚴重危害政治安全就是嚴重危害習、一家老少的生命安全 也就是說孫力軍的問題可能嚴重到政變、謀反的地步 3. 原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傅政華 10月2號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稱 傅政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消息一出網上一片寬騰 在南方某監獄大喇叭講足一日 今天是一個好日子 以示慶祝 北京警界大號水母偵探社 監獄系統大號高牆四角的天空 有關傅政華落馬的評論 可以規見負有多壞、受多少人憎恨 其中有留言寫道 可不可以敲鑼打鼓、可不可以放鞭炮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和、染血的頂帶花靈 遲早會有報應的一日 落此不比以刀印向內的名義收拾基層警察 以求得步步高升的號利、忠募好下場 10月3日 有格鬥狂人之稱的大陸武術教練徐曉東 在其YouTube頻道上說 他問了很多公安系統內的朋友 對傅政華落馬這件事 可謂縱口一詞 都對傅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都大罵傅政華 都沒見過這樣 上下裏外都招人恨的貪官 說這種老虎必須一棍打死 傅政華在四個重要職位上做過 第一北京市公安局長 第二公安部副部長 第三中央610辦公室主任 第四司法部部長 傅爾喪心病狂 凶狠殘暴著稱 被外界冠以狠角色 號利等稱號 他是殘酷迫害 中國在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人權律師 高智勝的政治打授之一 在全國範圍內拘捕 殘酷迫害709律師的政治打授之一 是殘酷迫害法輪功 兼下雷雷血債的政治打授之一 也是殘酷迫害基層公安警察 監獄警察的政治打授之一 有維權律師評論說 能生存道成千夫所指 如果死成普天同慶 賭媒都令人大快人心 放眼當今中國政壇 能超過傅政華的 沒有幾多個 四 原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 李東生在中央電視台工作二十多年 將央視變成中南海後宮 不斷向中央領導輸送美女 被外媒稱為 中南海第一皮挑客 比如 原中共最高檢察院檢察長 曹建明離婚後 娶了央視主持人王小鴉 原中共政治局委員 新疆黨委書記 張春賢離婚後 娶了央視主持人李修平 周永康離婚後 娶了被他少28歲的央視主持人賈曉業 還跟央視主持人葉盈春 沈兵等打得火熱 2009年 李東生被周永康 提拔為中央610辦公室主任 公安部副部長 政部長級 李東生從1999年起 就擔任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 到2013年被拘捕 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14年 李迫害法輪功 其中做了最壞的事之一 就是為煽動對法輪功的仇恨 製造了2003年1月23日 天安門自焚危案 2013年12月20日 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 中央防範和處理X教問題領導小組副組長 中央610辦公室主任 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2016年1月12日 李東生被天遵事 第二中級法院判刑15年 法院指控李 從1996年至2013年 利用其擔任 中央電視台副台長 公安部黨委委員 副書記 副部長 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上的便利 索賄 受賄2,198萬多元 據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說 李東生落馬的真正原因是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 向美國彭博社提供習近平家族的黑材料 在海外製造反習輿論 目的就是為了阻止習近平 在中共十八大上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5,原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 2018年10月7日 公安部副部長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孟宏偉 涉嫌違法被查 孟落馬時 正值中美貿易戰緊張激烈時 國際刑警組織 在除聯合國之外 全世界規模第二大的國際組織 有192個成員國 中共一直渴望在國際組織中 發揮領導作用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一職 肯定是中共用了很大力氣才拿到手 單純經濟上貪腐 習近平是不會將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 這麼重要的職位棄之不顧 沒有被全世界鬧的風險 捉拿孟宏偉 孟宏偉被捉拿的真正原因是 他不執行黨中央的決定 也就是跟習對著幹 2020年1月21日 孟欣受捕1,446萬元 被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判刑13年半 6.原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楊煥寧 周永康當公安部長時 楊煥寧、深德州的信任和重用 楊在擔任副部長的同時 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成員 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成員 中央對外宣傳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為增加其地方工作經驗 2005年1月 周永康將他外放黑龍江 任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 2008年5月將他調回北京 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政部長級 2015年6月 周永康被判無期徒刑 同年10月 楊煥寧被調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 2017年7月31日 中紀委發布消息稱 楊煥寧在大事大非問題上 背離黨性原則 違反連結紀律 利用職權謀取私利 受到留黨觀察兩年處分 和行政設職處分 崗為副局級非領導職務 終止其中共十八大代表資格 收繳其違紀所得 楊在大事大非問題上 背離黨性原則 可能是指楊在重大問題上 跟習不保持一致 甚至背道而馳 7.原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夏崇元 夏崇元是江西人 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 被分配到中央組織部工作 曾是同為江西人的 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中央組織部長曾慶紅的部下 在中組部官置中央與國家機關幹部局局長 在曾慶紅的表外生 郭昇坤被提拔重用為公安部長後 2013年5月夏崇元調任公安部黨委委員 政治部主任 成為副部級官員 2017年10月9日 中紀委發布消息稱夏崇元 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參與非組織活動 對抗組織審查 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 安排其家屬供款旅遊 違反組織紀律 違規為他人職務調整 提拔提供幫助 違反連結紀律 利用職務影響謀取私利 決定給予其留黨觀察兩年 行政撤離處分 由副部級降為副局級非領導職務 修繳其違紀所得 夏崇元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也可能指下不停重襲的號令 結語 公安部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法機關之一 公安警官有槍有彈 既是中共的專政工具 也可能成為中共高層搞政變的工具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 最擔心公安機關捲入政變陰謀 對原公安部領導 原北京市公安局領導幾乎全部打倒 從2012年到2021年 習近平頭頂上 一直被政變陰雲籠罩 令他心感不安 2012年2月 爆出周永康密謀政變 搞垮習近平 到2020年 孫力軍根本不將習放在眼內 對習可能有圖謀不軌之舉 9月30日 孫力軍被傷害 10月1日公安部長趙克志 召開黨委擴大會議 要求堅決徹底肅稱孫力軍流毒影響 堅決清除政治隱患 深惑徹查涉及孫力軍 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人同時 發現一些 嚴肅查處一些 缺不手軟 預計公安部還有一批害群之馬被查處 本文由大紀元首發 黃友群提供稿件 便會來了 有人抻捉 這邊 一 好 感谢观看